大家好,我是梁凱欣 我們今天節目就是醜小鴨 媽媽敷了三個月的蛋,終於裂開了 不過裡面的竟然是一隻醜小鴨 醜小鴨在幾天之後出去找朋友 她就去了森林找到長頸奧 她就問長頸奧,長頸奧先生,你可不可以做我的朋友 然後長頸奧就跟她說 我要和你這隻醜醜的小鴨做朋友 我才不會想讓你離開 於是醜小鴨就走了 她就跟蛇仔玩 然後她就問蛇仔 蛇仔你可以做我的朋友 蛇仔就回答她 不過你醜醜,我這麼高大威馬 你為甚麼做我的朋友 然後就笑死我了 於是醜小鴨又走了 然後她又看到雞仔 她也跟她說 豆子可以做我的朋友 豆子在另一邊 egal 雞皮疙瘩時,雞皮疙瘩時突破出來 然後說,蛤?你手撒給我做甚麼?你走吧! 我的雞皮疙瘩是永遠不可以跟做朋友的 於是他就走了 不過手撒說不是因為這樣而不開心 他繼續努力為自己真正 他不會進去做瑜伽、做運動、跑步和瑜伽 於是他長大了之後變成一隻美麗的天鵝 謝謝大家